7月4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即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 据悉,本届大会展览面积超5.2万平方米 重点围绕核心技术 智能终端应用赋能三大板块 聚焦大模型、算力、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重点领域 特斯拉、微软、施耐德等500余家企业参展 展品数量超1500项 展览规模、参展企业数、亮点展品数、首发新品数 均创历史新高 记者注意到,本届大会重点打造的人形机器人专区颇为吸睛 众多搭载黑科技的机器人组团亮相 仿佛引领现场参会者进入了一个由智能驱动的未来世界 备受瞩目的特斯拉展台除了展示炫酷的赛博越野旅行车外 其首发首秀的特斯拉二代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目光 它采用了视觉感知方案和神经网络技术 步行速度较一代提高了30% 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青龙 则以其1.85米的身高 80公斤的自重 43个主动自由度 以及400牛米的最大电机扭矩 成为大会现场的一大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 它也是全球首款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开原工板机 它目前整机的一个高度是1米85 跟成年的男性非常相近 然后自重的话是80公斤 也是一个大载重 基本上代表了目前人形机器人 比较完美的一个重量和载重的形态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 它本身的硬件是开原之外呢 我们还有很多的 包括一些非常核心的人形机器人的操作系统 软件还有这个操控系统 都是会提供相应的这个设计和参考 和解决方案来提供给行业的 香港贸易发展局今年继续组织香港创科企业 参与此次盛会 展示香港领先的AI技术和产品 其中香港工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研发中心 以未来工厂为主题 首次登陆大会 展示人工智能赋能未来工业的无限潜能 我们整个解决方案的话 就是希望帮助到这个厂家 在每一个生产的环节 都能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用好 当然人工智能应用在这个工业的场景是很多的 那么所以怎么样可以把这些解决方案 把它通用化 变成不是一个一个客户 都要特定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来去用一个平台化 来去提供给他们解决方案 这些都是我们在提供的一些解决的一些方案 今年重磅升级的无人驾驶体验活动 也是本届大会的一大亮点 以世博园B片区AI赛道东区为大本营 长度为10公里的开放道路上 提供了20辆Robotaxi穿梭接驳 这个是L4级别的无人驾驶的出租车 L4级别就是它车内是没有司机的 它这辆车可以自己在路上行驶 没有司机它的方向盘和刹车会自己动 它简单就是说它可以在路上自己刹车 加速 便道 超车 可以完成所有的动作 并且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 在这个场馆的周边 我们给公众提供了一个体验的服务 大家通过手机软件 就可以呼叫一辆全无人的自动驾驶车辆过来 可以在周边来乘坐体验 这也是第一次在上海的中心城区 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服务 据悉201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将持续举办至7月7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